一人死吧 超便宜 前夜市最美的小姐 这个人吃 我不能有脚的东西 我们来到了一个很淳朴的路上 小象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前往车 是一个在更加北部的小镇 从Hat Yai Chi的车程 整个车程是大概需要一个 两个小时19分钟 这个类似中国城的地方 应该有很多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 是应该会有很多泰国华侨 对 泰国华侨 因为现在新年有这种灯笼的那种装饰 外国人耶 你是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是吗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 看到外国人 你这里也是外国人啊 你们没有看到这个泰国字哦 你可能以为这里是马来西亚 真的跟伊宝也不太像 来到了我们在川的住宿 my friend my friend 你好 哇 跟我想象的差蛮多的 这里看起来蛮美的 因为价格蛮便宜的 我里面的单上 没想象是 非常多 我会直接买任何费 这次买任何费 这里买任何费 多少 4-5 如果是在这里直接订的话 才425吧 哇 他这里在这里买才有55 马币 我在 我在购营太郎订60多 应该还有十块钱的服务费 直接来这一定不要便宜 五十五块 五十五块的酒店是没有东西 要自己拿 还有是二楼 还好我们会住四楼 应该是没有包肯定 要乖吗乖 请借住一碗 谢谢你 我拍了就是一间很小间的很普通的一间房间 这间酒店的外面看起来好多 房间有多多费 嘿呦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泰国的小城市 叫做Tran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要挑战用十块钱美金 可以在这个夜市买到什么东西 可以吃到什么 因为我们的住宿 一定以为是非常非常 就是不行走路五两分钟就到 一个休门的夜市 是 可是现在下雨啊 所以 我就在那边 便宜啊这边的东西 四十五块就一盘派泰啊 我跟你讲说 这个不是旅游的城市 它是比较多地道的 所以它的食物都是比较便宜的 鸟蛋十八 是吗 我没有看出是吗 超便宜 Danny 我们马币多少啊 一块 没有啦 一块是几次的时候 太多钱啦 很多各种各样的泰国小吃 因为我们是挑战一十美金嘛 所以我们是大概三百二十美金 我们已经可以买很多东西 泰国版的浪迪bubble 是 等下试试看 这衣服跟你那件也太像了 你看 我有一件新年仪也是这样子的 很像耶 我看它的衣服多少钱 八十块 换衣服 好便宜 可是这种衣服是 只是T恤的类型啊 粗穿的啦 所以 不够美 三千一百耶 夸张 整体来讲 是一个非常小众的 休门市场 因为是小套买的 什么叫小众 是小 小众跟小是差很多 这样是想讲 比较小个 小型的那种市场 小型 买个八太45 有蛋的 加蛋 好 其实这个圈还蛮出名吃点心的 谢谢 谢谢 还有饺子耶 有饺子 要买要买 我们来我们来 每周一步就买一个 前夜市最美的小姐 我买了 这个现场吃 24吧 你很漂亮 你很漂亮 我们那边还没继续耶 那边还没继续 那边也只有吃的啊 很多 其实也是ok啦 蛮多一下 蛮多当口一下的 这个真的很好吃耶 这个是比刚刚那一张更大 是耶是耶 不到多少钱哦 哇 那你费了 没有讲 多少钱 老实在不要买先 先走一轮先 哎 有菜贵耶 菜贵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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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贵 这个 这个是 韭菜 韭菜的菜 韭菜 韭菜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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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前面宣布的是那种服装 啊 服装类啊 买一个地瓜球 感觉可以买到手软 这里也是有卖这种生烟的食物 只是怕 等一下明天烙晒 所以不敢吃 啊 我看路了 虫虫 虫虫是你吃哦 不要叫我吃 啊 所以你看 1 2 1 哈哈哈 老板还是用了诡异的眼神笑 2 2 你们敢吃 哇好兴奋啊 这个是什么 没有记住是蚕啊 10开吧 谢谢 谢谢 YES OK啊 你给我买一个这个 你手购地方拿吗 不知道多少钱 多少钱 25 泰鲁鲁大 泰鲁鱲 泰鲁鱼 对 泰鲁鲁鱼 没有 OK 这是椰子奶做成的一个甜点 甜点 甜点 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点哦 就跟越南不太一样的就是 它食物没有重复性很高 就是它每一个食物都是 就是自己的食物啊 不会是我这样一下子又重复食物 对对 你像一边卖佛 另外一边又在卖佛的感觉 对 最重要是 这边的东西好便宜 真的非常便宜 就不是游客层次里面的价钱而已 比Banko比它要便宜很多 这是什么 OK 现在要吃哪一个呢 这是这个吗 萝卜 哪一个 萝卜这个 看起来有十亿 这个啊 一个咯 哪一个咯 今天要多加 呃 多少钱 千把 千把 一 一 好费 十八 讲八字好便宜哦 十八罢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加160 我们要做多还是160 还要做160 还有一百六十八 可以 可以 我还要花这个160 吧 哈 等等等等 救命啊 还有果 等一下我们可以吃甜的 不会不会啊 我们不会再下次就是两个人来泰国 泰国的夜市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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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下次要recruit多两个人一起来啊 好 有谁要一起来嘛 记得在留言上讲啊 我们下次带你来 哈哈哈哈 哈哈 你看小姐 你看你手上 你看 你看这是什么啊 鸡夸张龙啊 你买东西 没有一个应该你能吃的吧 你看 我知道应该我能吃 但是我们的胃 有这样多地方塞吗 我不知道 买到没有东西买 现在只可以买二的装饰 因为我们的胃已经测不下了 装不下了 这个叫Scut Scut 阿俊应该是酸酸的 如果不酸酸的就夹了 Vitamin C 哦 Vitamin C OK Vitamin C Indian Groceberry Indian Groceberry 啊 啊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哇 这里的人很好 我要给我的Test try 你给了 你给了 那个 滑柜滑柜 哦 滑柜 好像两边手都有东西啊 不要两边 不要分散 分散就不壮观了 等一下 哇塞 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 还有剩下 哎 至少要卖一天了 看得很多 我都不懂哪里开始了 我只要喝水 还要口渴 这样的话 上面放很不不不贵 水不错 甜酱 还有一种油 25%不大了 气泡水 什么眼 什么表情 好吃吗 没有挺好吃 吃过了 怪怪 这个手机有一种 有骨头骨头的 嗯 也不太能血 不太能血 不太能血 爽麦不行 爽麦还好 而且它让它酱汁也是配 它是酱汁有点甜甜的 甜鲜 可能不大喝我们的味道 现在来吃看这个 印度的菠萌莓 印度的菠萌莓 酱汁 酱汁 它很维加酱汁 哇这个是酱汁啊 这样夸张 我的那个脸 我没有夸张 是真的 我现在拿热的 很拿热的 我看 我吃一下 它味道是那种 酱汁的 酱汁的味道 喝进去 直接是酸苦的 它的苦是那种 真的是很苦 非常的苦 我本身已经是很厉害 喝酸汁的东西了 它不是酸 它是 它是那种 涩到有点像喝苦茶 比喝苦茶还恐怖 太夸张 有蛋 这种味道 它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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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它是酸 它是酸 酸 酸 嗯 很中口味 这个我是不懂什么 你看到 我看到就是一片一片 不懂什么鬼 鸡豆也是有点紧 嗯 怎么来 怎么来的 我之前是不是有什么 鱼饼 豆腐啊 鸟蛋 豆腐 是咧 不是 鱼蛋 鱼蛋 好像有点像鱼蛋 鱼蛋 鱼蛋串 鱼蛋配豆腐 蛮香的 嗯 这个有点惊讶到 这个 出奇异的 那个味道 呦 这个人吃 吃草 来 台湾都吃了 还没有吃到 很香 你不要起床啊 真的很香 真的假的 真的 什么味道 什么感觉 这有炸那种炸炸香味啊 要吃看吗 我不要啦 关住眼睛吧 来来 关眼睛 开嘴巴 我不能有脚的东西 我吃掉它的脚 ok 你吃掉它的脚 哪 有眼睛吗 没有啊 这是什么 下一个 哈哈 好多 给你看啊 已经是没有脚啊 没有脚跟没有头了 好 这个ok 这样一直来的 这样一直来的 不能 接受不到 这样一载 嗯 味道是ok啦 只是很恶心 不会恶心的 很好吃 很恶心 等下我就把它配在 那个pattai那边吃 先吃起来 试试看啊 这个炸料啊 这一串 这一串 十八 这边有辣椒酱 这个酸甜酸甜 这个好吃吧 嗯 我觉得应该好吃 好吃吗 嗯 嗯 就好 我的第一名还是 蟋蟋 不要误会啊 我的No.1 No.1 还是我的蟋蟋 我的最后一名 这个也是我目前的最后一名 这个是什么啊 我真的是 这个黑色的是什么 一个是金瓜 一个是马铃酥 你看 它里面就是这种 太厚了 不过它的 它虽然是厚啦 老实讲啊 它的皮还是脆的 嗯 很够窩蟋 不够窩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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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用现场炒吗 有啊 还有现场炒 够火的啊 不够窩蟋 只是窩蟋不够 不够好吃 他们这些鸡肉 他们都会给这种 葱是吗 葱 葱 葱 姜姨仔pattai 嗯 如果热的话 会比较好吃 是吗 我现在吃美女的那个 糕点 前来那个最美的 蛋糕小姐 抹茶耶 我最期待的抹茶 抹茶 它是那种比较绵密 会有一点黏牙的那种感觉 不过它的那个抹茶味 蛮浓的 我个人 Opropa的抹茶 它不会很甜 哇 美女又是我的 她来承证耶 嗯 这个是巧克力 是Nudella Nudella是抹茶 它的糕点都不会甜耶 都是偏苦的 嗯 有哦 有来创自己的支持它 好 Anyway 就是这样子 我们忘了订阅前 一起吃 食物一条 好多哦 我觉得今天 真的吃到好饱 你帮忙 大家要问废话 还没吃完 剩下的都是它的 拜拜 拜拜 再见 生死之战 生死之战 就在 所以 剪刀石头 不 生生 发生 这个就是生死啊 死亡之谁 命运由他来找我 你吃过后完啊 没一口的啊 剪刀石头 不 哈哈哈哈 口团 你可以不要这样开心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会死掉咧 喝这个 啊 回来回来回来 我喝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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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男友 只有男子膝盖 哈哈哈哈 我开玩笑 我开玩笑 我服 这个 就是 Janice 我真的服 很难了 你太棒了 哈哈哈哈 好彩我没有喝 等一下回去你就知道 不知道什么是死 拜拜